大家好啊 这个挺乌克兰的华人网友啊 在这个怒斥啊 谴责围剿啊 这个这些挺俄罗斯的啊 说如果俄罗斯和苏联沙俄不是一伙的 那么苏联或者沙俄侵占的中国的土地 既然和俄罗斯没关系 那请普京把那些土地还回来吧 还回来就证明你是没关系的 是吧 然后有人说了 说的更直白了 说我也总结一下 挺俄罗斯的都是什么人吧 其实就是俩词 傻逼和坏逼 是吧 傻逼和坏逼啊 说这个强国思维啊 最喜欢归类 扣帽子 相关性不大的事 非要缝合在一起说 说这个吃屎 到吃出香味来了 佩服啊 不愧是这个屎克朗粉蛆一族的 说你这种总结偏激了啊 所有热爱和平的人 都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 说这个猪头 与这个普特勒 绑在一起 唯一的原因 是他们臭味相投 都是独裁者 都是把个人利益 伪装成国家利益 说中国和俄罗斯就是一伙的 是吧 而且俄罗斯和沙俄就是一回事 包括苏联啊 说你这种人大脑就是一坨屎 不知天高地厚 自以为是 恬不知耻 说你不用对号入座 写那么多废话 挺普京的 都缺乏人性 就这么简单 是吧 说沙俄 苏联 俄罗斯 不是一回事吗 说 此处 我省略几百句 我骂你的话 说感觉有一点精神分裂症了 支持俄罗斯的不是傻就是坏 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 反俄 挺污 只因普京突破了底线 是他个人的底线啊 说这有一群叫普京恐惧正后群 说支持俄罗斯的是五毛 加海外反美脚屎棍 反对美国的脚屎棍子啊 加五毛 是支持俄罗斯的啊 说差不多 说有的人是为了流量啊 是为了流量 说挺鹅的挺鹅的 只有一个字 孝 孝子贤孙的孝 是吧 说还有的是因为俄罗斯开战股票被套牢的 支持俄罗斯哈 说还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是跟风的 就是被别人带风向的跟风的 就如同支持BLM一样 因为是某种时尚 说还给你鹅爹洗白啊 你不是粉红就是五毛 就像是某种时尚 挺讹的啊 都是粉红和粉蛆啊 说有道理啊 说挺讹的挺讹的就不用分的那么细了 他们都可以分为同一类叫弱智啊 有的是坏啊 有的是傻 然后有人说了啊 说除了邪恶组织 除了邪恶组织 谁会挺一个侵略者呢 别人闯进你家里打你 你觉得是应该的吗 对吧 然后有人说贱 一个字叫贱啊 有人说大傻逼 是吧 说不懂什么帮派 你与我的 是吧 潜在仇人勾肩搭背 我就可以冲进你家打杂抢烧杀吗 潜在仇人 那不就说的北约吗 是吧 乌克兰跟北约想加入 然后你就冲进人家里打人家吗 烧杀抢掠吗 对吧 说完全漠视俄罗斯侵略的事实 一个国家打仗 把当地的人民困起来 一直炸平民目标 炸医院 只为了迫使整个国家 放弃主权 每个出兵的理由都是造假的黑旗行动 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 以这种残暴的方式攻击平民 是吧 挺俄的 我真想知道 如果有一天 俄国想要中国了 是不是要像以前那样 双手奉上 是不是准备学俄语 成为俄国的臣民 说还有全世界爱好和平 反对侵略和战争的普罗大众 说这些人呀 挺俄的啊 以不属人类的认知了 属于妖孽 妖孽 妖泪 说这个不论意识 只论人 打人杀人都是不道德的 矛盾不可以用伤害和毁灭对方的自由和生命为条件 显然俄罗斯的普京 不管是被所谓的白左忽悠了 还是政治上被人设局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 尤其是一个政治家 都不能发动侵略战争 毁灭任何一方的人民的生活 如果北约是这样去侵略俄罗斯 我也不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支持乌克兰 然后有人说了 你的想法好奇怪啊 只要有良知的人都会支持乌克兰 别人把你家占了 还打你杀你 你还支持他 说你这个家伙有如此的受虐倾向 你是个没有人性的家伙 说我总结一下吧 比较简单 挺讹的比较单一 俩字傻逼 说我很欣慰啊 说最近五年来啊 说经历了华人社会至少五次的分裂 说第一挺郭文贵和砸郭文贵的挺郭砸郭的 第二大选啊 拜登和川普 第三病毒 第四学徐州铁链女 第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吧 说你无论如何 你怎么搅浑水使手段 对于挑战人类文明社会 人伦道德底线的 似乎都不太管用 是吧 你说什么都跑到人家杀人去了 那你说什么又 你还说什么呀 家杀人